大猫瘦身學堂 大家好,又來到這個大猫瘦身學堂 我是你的超級大把 我是招牆貓 我是咖啡貓 嗨,大家好我是大貓 大貓大師您好 閃閃眼,又整個星期沒有見 這個是今次你真快 今天呢 你又教我們這些材質 怎麽可以令到我們瘦身 又型又美麗呢? 是的 今天我們想談談一個特別的話題 比較新一些 叫DNA 三個英文字 DNA 人類存在以來六千多年 五萬多年都已經有了 為什麽話生呢? 你是不是想認親認戚? 滴血那些DNA 不是 很多時候大家聽DNA 都是以前我們習病 小時候聽DNA驗 就是二馬這個子女是不是來的? 是不是你的兒子? 認不認他 接著好像又要滴血 又要佔頭髮出來 接著好像很複雜神秘 接著很大件事 通常都不算好東西 因為碰到DNA 那什麽科學鑑證 好了 其實但是現在自從DNA解碼 2003年開始 DNA解碼這件事做了出來之後 就開始普及化了 就很多東西都開始 大家都很想去理解一下 其實這集以我所知 我們就會講這個DNA測試 還有上一集的益身份 還未講完 還要補一下肺 是的 我們現在開始 就先由DNA開始了 是不是? 到了DNA測試這件事 怎麽可以幫到我們呢? 可以減肥 KEEP FEET 有什麽作用呢? 是的 DNA除了認親認戚之外 其實都很有用的 對我們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特別在減肥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以前的減肥 都沒有能夠準確去幫助那個朋友 因為有些情況真的很隱蔽 是不知道的 所以DNA測試這件事 就現在開始流行了 但是當然了 市場上我們都見很多 最近出了很多這些DNA測試的 就是有時候大家看看 Facebook、Youtube 都見到這些廣告 DNA如果真的做完整個全面的 都差不多兩萬元的 小朋友更貴一些 三萬 他測很多東西的 很多家長很緊張 為什麽呢? 就是測一下他的智力 測一下他的性格取向 或者他的天分在那邊 那你知道 現代的家長很喜歡這些的 最好早些發現他的兒子 原來是這個默默的 或者是這個 那那那 公平一些 如果我有兒子的話 可能我都會做的 是的 我都是 不過上次有個笑話就是這樣 讓一個美國記者 就特意去做完五次的 就是去五間不同的LAP 去測試一下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天分在那裡 結果出來是五間LAP 都不同的答案 是嗎? 他想說 他有一點點囂張 咦?那究竟是誰才對呢? 好了 這些就有一點 不是我們今天談的範疇裏面 我們最主要是說一下 怎麽樣可以在減重上有幫助 好了 我們經常說 市場上我們有很多DNA的測試 收費比較貴 但其實原來我們只是集中做一個部分 對我們現在的現代人來說是最重要的 就是營養測試這部分 如果營養測試這部分 那就不會太貴了 一般他們在街上都是1500-2000元左右的 這個費用就幫你看完你身體裡面的營養素 還有那些三支金油 膽固醇 所有健康上面的資料都給你了 從這樣的分析裡面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自己 咦?在哪方面是需要補充了 特別是針對性營養 或者是減重 改善健康上面是很有幫助的 那千多元我覺得就比較合理了 那有沒有可以做呢? 我現在都想做一個 其實呢 我們 翌日呢 我會通知咖啡媽一起做一下 我們呢 通常會跟一班朋友大概10個人左右 我們會一個party的形式 因為呢 外面街通常做DNA 你可以回家自己做 可以買一盒 在屈臣市、曼寧 不要說別人的名字 你可以說的 沒有這個廣告費收而已 ok ok 那些地方你買到的 買到呢 你跟著回家自己做 根據自己的指引 做完之後呢 拿些口水 現在比較簡單 做完就寄回去 那他十幾天後就會寄回報告給你了 但是普通人來說 你拿著報告不知道做什麼的 是不是 看完就說 是啊 DNA說我這個三支金油風險很高 那接著怎樣呢 就不知道怎樣去改善 那所以呢 他們都會給你電話打回去的 不過有時候很多朋友就說 其實他們都是不推介你食產品 好了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為了可以幫到所有朋友 我們一般就是這樣 一個party裡面 我們會做兩件事的 第一件事除了DNA測試 我們會多了一個 他們一般市場上沒有的 就是什麼呢 你的生活風險評估 哦 哦 你要知道呢 有時候出來的結果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去一個 lab 做了一個 test 之後呢 他告訴你你的膽固醇風險很低的 咦 那我應該沒什麼膽固醇了 是不是 但是結果今天去驗身呢 就是三高 那很奇怪 說沒有理由哦 我都圍著 告訴我 我不應該有這件事出現的 原來他的現實生活呢 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兩件事都要一起做呢 你才看到自己真實的情況的 那所以我們就會在這裡 就和朋友一起做評估啦 然後又做了 拿口水做測試啦 那完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大概18天後呢 我們又會安排回做一個解碼的時間了 那真的是一群朋友坐在一起 那通常解讀報告呢 很多人就是單對單的 但是單對單呢 其實很多時候朋友自己不是很理解的 因為他只是說他 他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嘛 但是坐在那裡呢 有十個人一起呢 出個報告出來會發現的 這一批朋友可能是DNA告訴你 膽固醇風險很低的 這一批就告訴你很高的 第一件事他已經知道 咦 大家真的有點不同 第二件事呢 再看後面那些生活習慣呢 他就知道了 為什麼明明低的那個是變了高的呢 就是在驗身的時候 那他因為看到很多個案的飲食呢 他就會知道 哦 自己有什麼問題發生了 那所以我們就喜歡 用一個這樣的形式呢 幫大家的 所以第一呢 如果做回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通知大家 那其實是真的很全面了解 很多朋友做完之後呢 都很開心的 哎 終於知道為什麼自己呢 是的 就是 喝口水都肥了 或者為什麼呢 我這麼努力經常做運動 都是瘦得這麼少了 我上次就是很開心的 做完之後 原來呢 我查到出來呢 我的恢復能力很低的 做運動 那我自己本身呢 一向都很不喜歡做運動 但是查完出來 嘩 正啊 發達了 不用做運動 因為呢 我幾個月前開始 學人做運動 我覺得很辛苦 原來我的恢復能力低 接著查完出來 超開心 很開心 這條DNA測試呢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女士都好像很開心 是有這個部分的 就是DNA測試都是全面的 其中一個就是看你的肌肉負荷能力 你的肌肉強度呢 那這些都看了的 那比如肌肉強度好的人呢 那他就適合做多些負重運動 就是他的DNA本身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對一個不是太好的人呢 你肯定叫他做這麼多呢 其實他的效果又不是很出到 但是又辛苦 所以呢 所以那些女士一看完這個呢 每個人都很開心 哎 不適合我啊 那這些我們做一些簡單的教務就行了 這樣就 好像說出到大不大吃的 是啊 也都看到你的食慾 控制能力強不強了 那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那我天生然後食慾 控制能力很差的 所以呢 就不要想著咳自己吃 事實還是不用咳太多 因為那個DNA告訴你的時候 他硬去做其實是很辛苦的 嗯 所以現在就很多朋友喜歡 他黏著自己的所有情況之後呢 接著就設計一個 給他適合他的減重計劃 他會舒服一些 是 不用做運動的人 就盡量在另外一方面去拉高 那個深層代謝率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開心的測試來的 那現在所有市面都很流行 所以都鼓勵大家多些去做一下 那你以後在控制體重減重的時候 就不用好像撞彩那樣的 你差不多做了這個報告以後 你跟別人解釋的時候 那我有這麼多條件限制的話 那我應該怎樣去控制體重比較好些 那就是好像照完X光底片那樣的 那時候你去見醫生呢 就清晰很多了 上次有個小朋友14歲 來做DNA測試 他的結果是什麼 記不記得 這個小朋友 他本身是吸收營養上面很差的 是的 所以醫生都說他的生長速度很慢 是最… 那這個是不是都是他遺傳的呢 是啊 看到神弱那天 就一坐下的時候 一看的時候 哇 這麼多方面的營養都缺乏的 那他本身都會比較瘦弱一點 是啊 有沒有一些反過來 就是他又是這樣的情況 真的很神弱 但是很肥的有沒有的呢 暫時還沒做到這種說法 通常是神弱瘦一點的 但是都會有機會做到出來 就是說如果他本身的DNA 就說他很神弱 但是他現在出現的狀況就是肥的呢 就看他的生活評估風險了 所以要做這部分才知道的 那一做到之後 原來他亂吃東西啊 父母可能很心急他 選給很多些不是那麼好的 很高脂很高盛的東西給他吃 那他就突然間出現了很肥胖 但是其實他裡面的營養仍然是缺乏的 他只是某幾部分的營養 可能是膽固醇啊 脂肪那些比較多 所以都是有時候會幫到他 那次那個小朋友都很有趣 我們都看完他之後 他爸爸坐在那裡 哇 原來全身都差這麼多東西 怪之他兒子 就是他用了很多時間 帶他兒子去看很多醫生 改善自己身體健康 那他差什麼呢 例如 他先天性很多礦物質啊 維他命都吸收得很差的 所以變了他那個生長速度 他在小學裡面的驗身呢 他是排到最低的那個level 是啦 那跟著之後呢 是啦 那跟著做完DNA 跟著他已經用食品幫到他了 現在已經爬上去 是合格的批尼了 所以醫生都說他進步得很快 那他就特地走來看一看 其實為什麼兒子搞成這樣呢 原來DNA裡面已經反映了 他對於吸收營養啊 維他命呢 全部都差的 是啦 他不夠維他命啦 又不夠益生菌的 還有不夠肌肉量的蛋白質 那後來我們就建議他用一些產品 現在就是大隻了的 看他的照片 是大隻了很多 是啊 所以呢 DNA呢 都是真的 是我們現在值得去 大家都去了解多些 因為真的幫到我們快些 大家每一次去營養食品的時候 看一個卡片的時候 其實我差什麼呢 有很多時候都會撈頭 我以前都試過 我其實我自己呢 都吃很多營養補充品的 我也有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 是不是你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呢 有一天我在想啊 是啊 因為年紀大了 是沒有記性的 譬如說 我在一個房裡想出廳裡 拿本書 好了 出到廳裡就忘記了 是 然後又回房 然後又坐下來之後 咦 到底我拿什麼呢 然後整整一下 是呀 我是拿書的嘛 再出廳裡 書架拿書 但是出過去呢 又是忘記了 是呀 於是我就發現 啊這樣啊 那就吃到銀行啦 因為各大直銷公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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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慢 都會有這個 很普通的 好了 接著我買了一盎 都挺漂亮的銀行 嗯 之後呢 就 因為那時候有濕疹 做了一個測試 我的測試也很貴的 大佬 17000塊的測試 然後三合一來的 然後發現 原來我的銀行是敏感的 哦 就是銀行是令到我濕疹的其中原因 但是你怎麼想到銀行是會敏感的 就是 這些叫做什麼呢 本來沒事 現在還突然故意搞到有事出現 就是捉蟲 屁屁這樣 所以我就發覺 咦 其實我們在吃的東西 可能譬如我想 啊 因為我晚上會有這個抽筋的現象 是 那抽筋很簡單 你就會吃這個鈣味 補鈣補味 是不是 然後接著發現 咦 又未必是那樣東西 是啊 是啊 那可能是喝水不夠 喝水不夠肯定是 是的 是 所以其實 要吃對的東西 還有找到一個問題的真正原因 或者減肥的真正原因 其實是 你找到已經是一個福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省很多時間 省很多錢 是 還有不會吃錯的東西 就是說我補到腦 然後接著補不到心 記憶好了 然後接著全身癢 就無謂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真的 我們以前的生活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去到那些 賣營養食品的櫃檯裡看 五花八毛 好像每樣都說功效很好 那其實哪樣在幫我呢 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DNA就會幫到它 一會兒我們或者會有一個環節 我們會再詳細講一講 其實我們主要針 在營養的DNA測試裡面 我們會主要針對七大類的類別的 那這個大家可以有一個印象 那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會清楚了 大概然後這七大類的健康上面 我以後要去特別注意的 就是說如果萬一我是過肥 或者我過瘦 或者我的體質太弱的 是 其實這七個範疇的話 是可以給一個standard 我知道 那個問題都可能是這七個範疇裡面 哪一個範疇的 沒錯 那你的注意力 集中來就會清楚在那裏解決了 就不用好像 哇 它去到一個櫃檯 或者有些人想要減肥就做運動 狂做運動 或者狂節食 是的 那可能原來你某種元素已經是不夠的了 就是你還要節食 那做更加嚴重 就越節越肥 最慘的是 他最後才發現自己的復原能力很差 是的 原來他拼命在那裏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人是在虛耗中 很辛苦的 即是一招長貓 是的 我是打算補一下氣 和年紀大 動一下 誰不知原來是這樣 然後很開心 所以柔宇很有趣 你以前在中國 是 你哪有 你知不知道 打網球這件事 是由我舊老闆介入去中國的 是 因為我老闆是美國人 舊老闆 說的是 賣地的年代 即是 1999年至2005年 那五六年 但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老外 就回去中國那裏住 就想著生活一下 然後發覺沒什麽做 就教中國人打網球 嗯 然後打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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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麽意思 接著怎樣呢 就直接搞這個 我們叫Tournament Tournament是那些 就是比賽 然後可能上海和廣州比賽 廣州和全中國都有Tournament 然後Tournament 就變成了一個生意 是 什麽生意呢 就是sponsorship 譬如在場那裏掛Banner 接著公司要包商 去看表演 接著有些明星出來 比賽也有獎 但是你在說 是很近代的事而已 其實你講開這個 我講一個有趣的笑話 我講這件事 其實我老闆 跟我差不多認識 我是57 他就36歲 退休 應該是30歲 即是大概27年前 即是說 其實中國有網球打這件事 真的流行 是這幾十年的事而已 是嗎 以前可能是那些 宋時三姐妹 或者是孫中山那些年代 那些很富貴的人 在外國留學回來 才會說打網球 是呀 但是中國人一直做運動 是什麼 氣功啦 太極啦 踢演啦 踢演啦 但踢演也沒有女生粉 sorry 踢演這些粗魯的男生 升那麼多 乒乓球是近代 才有女生粉 女士做運動 是呀 沒有啦 撲碟 撲碟 是呀 好 是 蝴蝶瓶 就是那個運動 這些運動 這麼長的 每天都做這些 可以是露損 剛剛我們講到網球 這個呢 我小時候看過一個笑話 他這樣說 其實清朝的時候 就開始八國聯軍 很多洋人來到中國 有一次那個官呢 和那個楊慕大臣 大家坐下 楊慕大臣就說 今天我們表演給大家看看 我們那些運動絕技 他和他太太兩個落場 打了一場 叫做網球 中國人沒見過的 那時候應該是 兩夫妻在那裡打網球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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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楊慕大臣就說 你覺得這個活動好嗎 那個楊慕大臣就說 其實 為何這兩個這麼辛苦 你請兩個人在那裡 自己表演 打打就行了 中國人覺得這些是什麼呢 是表演 好像一個show 但是人家運動很開心 我們對中國人不懂得欣賞 就是 你請兩個工人出來打 給你看 所以那個年代 是沒有運動這家東西的 沒有的 去到清朝 是嗎 是清朝都沒有運動 覺得有點操勞 要怎麼搞 這這麼辛苦 找下人來做就行了 做給自己看 哈哈 所以連功夫那些已經是武將來的了 所以文人是從來都不會做運動的 好了 這樣 那你那個 你開始講的表明了嗎 有什麼可以看到呢 你那七大類 你先拍招呼 等一下會比較長時間 所以我一會長一點 才跟大家解釋一下 是的 因為等一下那個環節裡面 我們一起理解一下 那七大類是怎樣的了 對以後我們的生活 或者在各方面的進補 都很有幫助的 現在會不會說一下 說一點點益生菌 上次你有些事情說很吸引 還有四分鐘 是的 今天我們第二部分就會講益生菌 上次我跟大家講過 叫做口碧菌門 這個字很長 我們用這個形容詞 這叫肥菌 就是令到你肥的菌 原來身體呢 又有另一種 口碧菌門 是的 口碧菌門 又流氓又難讀 第二類呢 就叫做 類肝菌熟 這個名字很長 很奇怪 其實是什麼呢 簡單用另一個形象化它 它就是瘦菌 耶 所以今天我們 上次我們就不夠時間 講完這個瘦菌 就是我們減低了肥菌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瘦菌 那你就會建立一個二瘦體質 我們開始 其實我們減肥 二瘦體質 二瘦體質 其實減肥 我們不是真的減肥 我們是 現在減肥就是好像沒有解決問題 好像雙方吃粒子痛藥 雙方感冒藥 其實沒有解決 因為你的體質或者你穿衣不夠 所以好像現在減肥 我們不會只是為了減肌脂肪 我們將我們的身體從二肥體質 轉回到二瘦體質 那你的人就開始會容易保持到 當然中間有些學問 大家要掌握它 我們才是長遠 以後不用經常為減肥事業 努力一生 我見很多女生說 女士的終身事業 終身事業 減肥 肥肥 但是最慘的是什麼呢 減肥減肥又不見有大進步 願減肥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搞定一個二瘦體質之後 你就開始永遠都 經常都會常常的身形 然後穿什麼衣服買什麼都很方便 所以我們就會在下一個環節 跟大家講講這個獸菌 和一些蛋默質這些方式 去保持自己的一個二瘦體質 嗯 好的 我們還有什麼補充 還有一分多鐘 好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一會講的 因為這次很少人會教人培養一個獸菌 但是在我們生活裡面 是有些人你會發覺 你見過他 我們有時候看大食節目 很厲害的那些勁食比賽的人 那些人 不是人來的 對 吃這麼多 但是他真的不胖 我看過一個日本片集 講三姊妹 很好笑的 三個都美麗的 就是瘦身形的長頭髮 他們就進了一間餐廳 就坐下叫東西吃 整個餐廳天然開頭 沒有人留意他 突然間他們就吃那些叫做 那些什麼 煎水餃 日本人很喜歡吃的 一人一份六隻就睡了 通常每當年叫兩三份就夠了 那三個女生 那些服務員就問他 你要多少份? 跟我說要60份 第一個女生說要60份 旁邊的一個 那我也要60 那第三個說 我不想吃這麼多 我先要50份 是 你一份六隻的話 60份是360隻 是6份 36份 36隻 好了 他寫的服務員已經呆了 就拍過片段 那三個女生說 是啊 今天那些三個少 今天不要吃這麼多東西 就說 然後那些東西就會捧出來了 吃東西 旁邊的人都開始看他們 男子們拍那一段 тру jer 照片子就曖燈偷拍 拍那些男子就看ène 那三個 是不是 好 吃完完這個 rout 跟著呢 然後其中一個女生說 但是苦飽幼餅 程又有好 當時или Hook Water 每人9份 好 第一次每人6份 不要吃这么多 9份 第二次九份 即是更多三份 是啊 미국 학 уч卷 每人哦 是啊 那三个女孩很厉害的 接着整个餐厅有很多男人 那些男人走过来跟他聊天 为什么你可以吃这么多 特意拍观众的反应 他说我们平日都是吃这么多东西 三个很瘦 接着他又拍了厨房 厨房的那几个人 厨师在那里做什么? 为什么今天来了很多客人? 为什么这么大份量? 他说你弄那些 完全是这三个女孩吃得很厉害 可以吃这么大的份量 但是三个都是健康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理解到 为什么呢?他真的得天独厚 其实他们就是瘦菌量很高的 所以他们可以经常吃这么多东西 但是他又不胖的 我一定瘦菌量很高 我又吃很多东西 是的 大家如果发觉自己不够 就怎么去增长这个瘦菌 和减低这个肥菌呢? 就是我们人生应该要去准备的东西 现在这三姐妹一个吃了90只 有两个吃了90只 有一个小吃少少的只剩84只 如果一般来说 我们外面买这些饺子 是12只一包的话 就是说他一次过吃了八包左右 是的 是很惊人 甚至八包左右 是的 很惊人 我看那个节目那次的时候 他真的烧到 还要预计? 好像还有第三次预计的 他们还有 总之整个厨房 厨房的那几个人 厨师就骂了 今天很多客人吗? 为什么这么大份量? 是这么多人? 是的 做了这么久呢? 我那时候在北京旅行呢 就见那些人吃早餐 那些女生都是很标准的身体 不是那些山东大炮那么大 但是他们吃早餐吃饺子 是的 都是一斤斤的 半斤起一斤的 很厉害 其实我也见过 但是你觉得很奇怪 你吃这么多淀粉质 饺子里面是肉 当然有菜的 菜和肉 那你就多淀粉质 又多肉 但是他们依然是 不会很健碩的 如果是我们香港人 比我你这么吃的话 我肯定很快就二百多磅 你刚刚带出这个问题 又很好了 为什么他吃这么多淀粉质 他都没有肥呢? 原来又有一种的 叫做肌肉激素 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刘芬第二 我们讲到一个题目 Part 2才讲 题目就是讲到 运动那天 我们先讲一下 不是Part 2 In the future 是的 会讲一下这个运动 肌肉激素这个问题 好了 眨眼22分 22分22秒 好了 那我们呢 在这个YouTube听着Part 1的话 那我们就暂时要说拜拜了 那如果大家想听完 到底这个DNA Party DNA测试 怎样可以帮助你减肥 瘦身的话 那就快点够 我们双掌台成为会员了 好我们暂时讲办法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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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